大家好,欢迎来到白美老鹏我们的有机小菜园 今天的题目是给西洋江平凡 外面的世界仍然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特别是明天,最低气温会降到零下30度 加拿大冬天正在进入革命的高峰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继续讨论种菜的话题 蔬菜可以分为普通蔬菜,高保健价值蔬菜和有药物功能的蔬菜 有药物功能的蔬菜不但营养丰富 而且对一些疾病有直接的治疗治愈作用 甚至它本身就是药材 比如常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就有杨浆,淮山,芹菜和百合等等 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淮山和百合 本身它既是我们餐桌上面食用的蔬菜 它也就是重要的药材 其实洋江的营养价值和药物功能都非常非常棒的 但是它的名声不太好 很多人不喜欢吃 因为它的口感不好 而且特别难以保存 超市里也买不到,挺贵 今天我们就尝试着给洋江平反了 洋江是原产于这个白美洲 就是我们加拿大和美国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基本可以分两大类 一个是白皮的这个洋江和红皮洋江 红皮洋江的话口味更好 它肉感更细腻吧 更好吃一些 洋江具有神奇的双向血糖调节功能 比单纯只能降低血糖的人工胰岛碎药物 还要安全可靠得多 所以啊 现在在日本呢 洋江急受推崇 被日本人视为这个治疗预防糖尿病的神奇的健康药物 大力推广 还有啊 洋江中含有大量的这个低聚果糖啊 它本身就是用来提高提升人体免疫功能的药物 广泛应用于医药行业 所以啊 当我们晚餐使用这个洋江以后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睡得特别的香 就是这个原因 洋江还能够消炎止痛啊 比如啊 有慢性咽后盐呢 气管炎口腔炎的人呢 在使用洋江以后 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感到明显的好转舒适 睡得很香 力感见影啊 洋江中所含有这个橘淀粉呢 具有极高的饮食保健功能 它被视为未来啊 人类膳食纤维和脂肪的主要的替代品 这是无价之宝啊 要避免洋江口感不好的诀窍之一啊 就是食用新鲜的洋江 如果在超市购买的话呢 可以第一个呢 尽量选用红皮的洋江 第二个呢 选用带泥土的更新鲜的 第三个呢 选大块的 如果提早把洋江表面的泥土洗干净的话 通常呢 只能这个保鲜三到五天 第一百三十亿斤里面啊 我们专门推荐了一种 可以大大延长洋江保鲜时间的方法 吐虫埋入法 现在已经过去整整四个月了啊 看看效果怎么样呢 表面一压的话 就发软的话呢 就表示不新鲜的 你们看啊 表面都很坚硬啊 非常好 保鲜效果很棒 非常好 这里啊 我们强力推荐大家自己种洋江啊 在第一百三十一集里面 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 因为种植实在是太容易了 看这里啊 如果表面长出新根的话呢 不用担心 照样可以吃 这里跟土豆完全不同啊 土豆长出新芽 新根是有毒是不能吃的 要把这个洋江的表面的泥土啊 全部清洗干净 因为表面形状它不规则 确实需要一点耐心才行啊 洋江的表皮啊 一般的比较薄 所以呢 可以保留部分皮的不削掉也是可以的 它并不影响口味啊 可以把洋江当作土豆来喷制 炒炖蒸都可以的啊 我个人的看法越简单越好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尽量不放任何佐料啊 我这里有一个菜就是红烧这个洋江蒸肉啊 就放了这个橄榄油和酱油 啥都没放 这样呢 可以更好地保护洋江自身的药物和营养价值 而且它的味道好极了 甜甜的 比土豆还好吃的 因为我们去年种的是白皮的洋江嘛 所以说都是用白皮洋江来喷制的 都这么好吃的话 如果是我们今年准备用了个红皮洋江种植的话 那味道会更好 对不对啊 所以说口味不好 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说这里我们为洋江再平凡啊 洋江的口味非常好 好吃极了 一点的不幸于土豆 甜甜的嫩嫩的 关键的关键就是要使用这个新鲜的洋江 而关键的关键就是要使用正确的保鲜方法 我们在130亿斤里面推荐的这个土层埋入法 可以使这个洋江的保鲜时间从两个星期 延长到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 这个非常好 非常关键啊 每次我使用洋江以后啊 感觉到很舒服 晚上也睡得特别香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点赞 咱们下集见